近日,知名作家博洋一双张湘华向出版商发表声明,依博洋生前交代,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。原因是有出版社希望取得授权,摘文选入台湾中学一年级教材。 日前,本身也是作家和诗人的张湘华接受中心社专访时表示,停止发行是为了防止这本书被人利用,沦为其去中国化的工具。 在中国的教育上,譬如他要去中国化,譬如他把中国的历史淡化、简化,而用东亚历史来取代中国历史。 那么这个做法,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了。 读书上我觉得你采用我的文章,我要特别的思考,合适不合适,我觉得我要提高一下警觉。 他只给我看了我被选的内容,没有告诉我他里面怎么说句子,怎么解释。 所以我就不放心了,所以我就开始拒绝他了。 博洋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台湾,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。 丑陋的中国人1985年出版,尖锐批评痛尘实弊的风格受到两岸中国人关注。 张湘华说,理解这本书要立足于时代,博洋的批评是基于对当时中国人的恨铁不成钢,是出于爱国情怀,真切地希望中国能够进步。 博洋好像把你的皮剥开,你去看看这里面脏不脏,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,没有人像他那么样子,直接地指出你的缺点。 他那么巨细无虞的,这样子把你的缺点,你抬都抬不掉了。 他当初想讲这个话,那么重的话,也就是希望中国人能够反省。 中国人不要逃避自己的缺点,要面对你自己的缺点。 张湘华说,丑陋的中国人停止发行,也是博洋的遗愿。 他曾说,当中国文明已经进步,这本书就应该不再发行。 近年来,祖国大陆巨大的变化,让张湘华感到这个时机已经到来。 他曾经讲过这个话,如果说这个中国人不再丑陋,那就不必提了嘛。 所以呢,因为这个机缘,也使我想到说,这个中国人在历史上,像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,真是不容易的。 没有国家想欺负,欺负不到,这个是很难的。 我们今天有这个位置,有我们的情况,拿历史来看,是很绝无仅有的。 这都是全国的百姓,还有这个整个国家的运作,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够有这样的进步。 此次声明也是张湘华的一次公开表态。 在他看来,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玩花样,都不可能割断两岸的连结,否认两岸同胞同为中国人的事实。 台湾从大陆这边可以得到很多的很大的计论,那你一面又要从大陆的好处,然后呢又要拼命去排斥人家,说人家幻话。 这不是做人知道吧。 我当然希望能够走上一条坦途,走上一个非常相处的很融洽,互相珍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